因為DFC它就是從生活當中去探見問題、發現問題 而我也覺得當孩子他對這個問題有感的時候 這個學習才會啟動 這個改變才會發生 我以前可能是在孩子後面去追著他們 欸你今天作業交了沒? 那你那個做了沒?這個做了沒? 可是當我們的關係是變成是一個夥伴的關係的時候 他們反而會去自己去檢視自己的行動進度 你不需要去一直追著孩子 你做完了嗎? 而是孩子來告訴你 老師我今天我又做了這個 我又做了你 我覺得這樣子的關係是非常快樂 所以我會進行一百個故事 其實我也覺得非常的不可思議 每一個故事每一個孩子們 即便他們畢業之後回來 他們討論的都會是 老師我們當年我們做了DFC是什麼 我們改變什麼 他們或許會忘記 可能我交給他們的知識 可是他們一直不會忘記的是 他們和我一起完成的那個改變故事 有一個孩子他甚至分享說 他在建中的時候 其實大家都想要當醫生 都想要當律師 可是他最後選擇教育這個行業 是因為他當時做了一個故事 就是去陪伴社群的長輩 然後他都覺得那個溫暖的感覺 讓他覺得這是他這輩子很想要去做職業 我就覺得哇收到當下很感動 一個老師他進行一百個教學方案 他是非常吃力的 但是如果你是跟孩子一起完成一百個行動方案 是可以達成的 而且因為他整個的行動的完成者就是孩子 期待教育未來是每個孩子都可以發揮他獨特的專長 看見自己的亮點相信自己做得到